就在近日纳英做出了回应 众所周知刀狼的新歌《罗沙海》是大火 随着纳英和杨坤还有另外两位一个姓汪的 一个姓高的短视频评论区瞬间沦陷 尤其是纳英的抖音短视频评论区更是超过了 一百多万条评论当纳英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也做出了回应 但是网友们也对纳英做出了真实的评价 网友说 纳英这个人其实就是那种性格大大咧咧的 内心不坏比城府深的人因坏的人好太多 大家宽容撇拔谁都不完美 都犯过无心错谁都有口无遮拦的时候 个别网友这样为纳英辩解 但是支持刀狼的网友们不买账 要求纳英道歉 纳英看到评论区网友的评论 向工作人员求助说 怎么能够屏蔽他们骂我 怎么能够屏蔽他们骂我 这不是怎么屏蔽啊 工作人员说 你把评论关了就可以 就是把他给关了是吧 在场的观众都发出了嘲笑声 其实大家对纳英的要求也不高 只是让他道个歉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有正义的人 心中都过不去地看 就是让别人尊重你 也希望这件事早点过去 对此大家怎么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